开球选择权 请问口令 预备 3 2 1 开始 朱成获得开球选择权 本场比赛两位球员 花木左侧来自山东的拱臣志 对阵画面右侧来自江苏的朱晨 比赛采用13局7胜志 8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本场比赛由于张志导去打比赛 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中世台球的著名的球手 王小倩 王哥 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 王老师 您好 阿苏好 大家好 好久没来解说了 是的 是的 对于咱们乔士卑的比赛有印象的球迷朋友们 应该也是有了解 其实王哥也是很早就参与了赛事的解说工作 对对对 应该是在06年 是吧 对 06年胡适战的时候决赛我是解说 后期也担任了大概一两年两三年这个解说工作 那会儿就是想让更多的球迷能了解 咱们这个职业赛事的这么一个 过程会说的比较多 本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的一个败布的突围赛 获胜的一方将继续征战本次的大失赛 落败的一方将遗憾地被淘汰 对 我现在发现两位选手都很年轻 是的 都看着十几岁是吧 对 朱晨来自江苏 现在是在山东跟咱们的孟之队的签约的球手 把刘欣在一起变球 那这个也体现了我们中士八球的这个后备力量现在很足 很足很足 因为这次来南宁参赛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吧 就是确实是有很多年轻的选手来参赛 这些年随着短时宾平台啊 还有互联网直播平台的一个兴盛 那么很多的台球的爱好者 甚至说一些小朋友的家长 大家可以又通过很直观的一种网络的平台 跟球员们 教练们达成一种联系 那么也是变相地推动了整个中士台球的一个普及 对 而且现在你看这些年轻的小将啊 他都有一些失从 对 对 对 现在跟一些职业球员啊 或者一些职业教练在学球 而且我们现在看他们其实整体水平 都叫前几年提高了很多 也很快 所以说像现在TV台上这一场球 就应该应该会很有看点 嗯 首先我们看冲球啊 冲球非常标准的一个技术冲球 现在因为南宁刚才还在下大雨 对 所以说这个技术冲现在特别不好掌控这个力量 我也是刚上一场刚打完这场球 然后我觉得球台现在稍微有点潮湿 啊 技术冲这个力量可能和平常练习的 不太一样 我们看啊 现在这个花色球啊 嗯 嗯 南点现在就是佐特的这个10号和13号 有一个14向上啊 但这个角度 有一些大 对 这个角度 我们也可以从刚才这一杆啊 它这个小低杆这么一个横台 这个走向感觉就是略微的有一点潮 嗯 对吧 然后如果说这个现在球台特别滑的话 可能再向上多走一两颗球啊 这个角度就合适 这个球再向上走一两颗球啊 白球可以推一 不用碰库直接去顶啊 对方的5号球 然后这个时候啊 10号13号 又错了 中的都有啊 什么呀 我们现在看 那只能可以这两个花球了 现在应该是 角度大 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这根球为什么会打薄 因为如果他打厚 他很有可能就K不到这两颗 是 即便是K到 也是K到这个10号的 哎 你看现在K到10号的整颗 如果说打厚 即便近带 他K的可能也是10号的上方 一个薄辫 也是想偷一点带角 白球可能就会上去了 然后他肯定是没有继续进攻的 这个 对他就是 我们平常打球也会说啊 宁薄物厚 对 这个球 龚晨智 14岁 来自山东 嗯 他的教练 王哥您应该很熟悉了 居热题 啊 前斯诺克的国手 对 现在练习了三年的斯诺克 刚才我也问他 就说在于这个中视台 就跟斯诺克的一个配比啊 在未来当中 还是要以斯诺克为主 他这次打比赛呢 也是过来感受 换句话说呢 来体验体验 他更多的在未来的经历呢 还是想在斯诺克的这个 舞台上发展一下 对对对 提到斯诺克啊 我们结合啊 我们中视巴球 结合斯诺克 现在有很多 前斯诺克的球员 都已经在转打这个中视 而且 真的啊 我也之前 我也在打斯诺克 然后我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斯诺克练习的 这个 这些球员啊 来打中视 他的基本功会 会特别的好 包括一些架杆啊 长台啊 就是说可能 练过斯诺克的人 来打中视 你的 你的这个 怎么说呢 上手 会快一些 更快一些 对 唯一要是 在加于这个 磨练的就是这个经验啊 包括套路啊 一些中视 他就是这个 站带口啊 不能用唯一 这个词啊 可能 有很多打斯诺克的选手 也曾经聊过 他说 转打中视 感觉上来特别简单 越打越难 其实就是这个感觉 我刚才说了 斯诺克转打中视 只是你的基本功会特别好 但是其中有很多 综合的项目 比如说冲球 解球 翻带 甚至跳球 对吧 然后这个思路 等等 只是 打斯诺克的选手 可能上来会 比如说 一百分之 他自拿七十分 就上来打了 明白 这个感觉就会好一些 但是千万不要 低估这个中视 八球的这种打法 是的 因为他要求的是很严谨 他不像打斯诺克 有一些攻防的转换 这个像现在这种职业的 这种中视的八球的比赛 可能看的更多的是 你连续得分的能力 是的 我们看现在两个人进行到 这种中盘阶段了 这个是在我们巧识大师赛上 也比较不常见的一个 其实就是刚才应该 这个K球 之前的角度没有预留好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 我个人认为 全色球占优势 因为至少在球数上 然后在这个球型的分配上 布局上 全球呢 只要别出现 这种低级失误 类似于自由球要摔袋 什么 还占一点优势 滑球是需要突破 现在全球不需要 全球只需要慢慢的等待 防守做得严谨一点 只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 就可以了 卓晨也明白 这左下角这一堆 是不轻易的去改变的 但这一个 看似 很轻易的这么一个打 把这个劣势更扩大化了 你的范围更窄了 对 现在对手只要想办法 把他这个14号带掉 他就 更难受 更多的劣势 对吧 不可以打这个3或者6吗 把这个5号的角度调好 他可能想的是 把这个5 勾出这个14来 那可能刚才3号没有下 右侧底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 打中18球 对手的球 除了黑8以外 数量越少越好 对你进攻的线路 也不折挡 对你防守 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可能会 现在被对手牵制的 只能打这一颗 很被动 我们看朱晨 现在这个球很被动 现在 朱晨的想法 就是右侧这个 年轻选手 他的想法应该是 用他这三颗球 用三颗花球 尽量来控制 这个5号和7号 包括4号 其他球 他已经根本就是控制不了了 好球啊 一个传向 也属于一高 人胆大的一个打法 不磨叽 年轻人打球 考虑的可能不是那么多 对自己的这个准度啊 基本功 信心比较强 非常强 就执行起来 没有那么多杂念 对 他脑子也不会像 这个 经常打球的这些球员 那个想法比较多 所以说出声牛犊 不怕虎的精神也是好的 对 但是 如果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可能是好的 如果说是 因为他貌似一干 然后这一盘球输了 或者影响到整场比赛 可能 这是里外里说的事 是 在这两点当中 找一个平衡的点 这也是球员成长的 一个必经之路 这样的话 等于是把一个开放局面 交给了对手 这样拱臣制的机会就来了 对 始终被动 也确实 没有太好的办法 年轻选手这种拼搏的打法 不是说不赞成 不是这样 有很多 平常聊天 也有很多球员 年轻人就应该平 其实是这样 但是 切记有一个前提 就是在提高自己的执行能力 这个前提条件之下 因为你看现在顶尖的这些 中式台球的这些高手 他都是执行力特别强 所以说其实他在打 你看似是在拼球 其实并不是 你觉得这盘球很准 其实他平常日常练习 千百次甚至上万次的练习 他有把握的 还是有把握的 成功率在他那是非常高的 这个球 1号不知道还够不够过 如果不够过的话 这个球出现点问题 传薄了 7号没有控制到完全带口 看来还够薄 但是 主球可能会失控 还可以 算是勉强调回来了 对 年轻小匠在这个薄厚点的 这个理解上 真是 多难看这个角度 眼睛是明亮 放着光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很准 力量 力量有点大 还得选择倾吹 就是说这种白球的控制 都不是自己想象的位置 都不能下一些 比较打得比较实的干法 只能都是去倾吹 或者怎么样 静电了 这杆球应该是产生了一个静电 我们看打得很厚 这就刚才说的这个执行能源 包括比赛经验 像这种薄球 一定要去 很明显的静电 像这种薄球 你以为外面还下着雨 最好是能擦球就擦球了 对吧 因为现在空气失度很大 这个静电也是很明显 目标球它有一个小自转 把一个打得很薄 就变得很厚 就是这个静电效果 等于刚才 通过几杆防守之后 这个 战斗优势变成劣势 就没有了 优势没有了 但这杆给传进去了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出生感觉 这个应该是意外当中 对 因为我觉得 还是不进比较 对 因为你三选一跟二选一 从这个数量上 就已经少了 少了很多了 而且它现在还得进行 一点高质量的防守 对 那薄一些往上 还算可以 露出来了 露出来其实就不好 为什么 两个10号和14号相连 可以进的带口 现在踏球了 可以进的带口 就会减少 然后要么 像现在这种组合球 其实在一些特定的角度 打起来也很 可以进 然后这个时候 拱平志 它只需要 想办法去把这个三号 养的带口 这能于是没打到的球 直接先勾库了 10号勾过吗 10号够过的话 过完了这14号还够过 这都看不清楚 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 应该是不够 14号不够 10号够 还是应该 还藏一看对 劲儿大了 可能下球点还是被多少挡度一点 可以把这个10号球帮进 然后白球一个小点杆 然后就白球贴到14号 这样你的13号形成一个带口 对 贴的不牢 贴的不牢的话 中间有缝隙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拼一杆保球 左车的地带 为了避免双击啊 稍稍立了些干位 对 拼一杆左侧的底带 白球是失控的 但是好在黑球 处在中间位置 会大概率的会有 有一个带口可以进 是 也算是拼出来一个机会 对 你看 其实通过第一盘球 就已经体现出一些年轻人 年轻选手啊 你像刚才这杆带球 应该再严谨一点 踢得再死一点 或者留住那个角度 让他没法拼一下 头一盘啊 上来可能两位年轻的小将 多多少少 因为这是个淘汰轮嘛 对 谁赢谁晋级 这这么一个过程 输了了可能就要回家了 所以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手紧 不要着急啊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 这样啊第一盘 结束了 14岁是吧 14岁的小将获得了胜利 来自山东的拱臣志 因为我们第一阶段嘛 采用的是80分钟 这个限时 13局7胜的这个比赛 对职业球员来说啊 都有轻胎能力 就是说会 比分会 瞬间变化 所以大家伙都 思想上会很严谨 手就会紧 对啊 手一紧 可能会产生分叉 这种 这个时候 其实调整好心态 不要因为第一盘 我有机会赢啊 然后第二盘 他也是这么想 前来复旧的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 我应该 到我冲球的时候 我怎么冲 我该去打怎么打 往前看 不要往后看 尤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更快的 更多的把这个注意力 集中在球局上中了 对对对 不要去产生 想那些其他的促情绪 第一盘球 确实双方都产生了 很多次机会 都有 马上要赢 都有机会 对 要赢了 结果 赢的可能会 出于身冷汗 这个 输的呢 可能会坐那儿想 因为我刚才那边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是错误的 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你 人在比赛当中 时间就是那么多 你没有时间去考虑 琢磨这些事 第二局 龚承志开球 好 我们看 龚承志的这个冲球 过线进球 算两颗球刺过线 这根球冲 冲的稍微有一点歪 所以中带没有劲 而且力量 感觉上是有一点点大 那运气不错 有球劲 左上方底带 11号 距离比较劲 我回点一下 对 需要很精准 好球 年轻的小将在准度方面 这个自信 是有的 对对对 多少是没问题的 天天人家训练就是这 当当当发力 开放的一个打法 开放的一个打法 如果有把握 打进十四谈这个边阔 打进十二谈边阔 把这球再往外勾一勾 那是最完美的 是 但是我觉得年轻的小将 一般这种球 可能感觉 开了一下 十四谈 九号 中跟一库 直接点击 然后打十五 中带 叫黑八左侧的中带 就可以了 准动真是没问题的 特别的干净利落 打球 他们对于这种 中长台半贴裤 都不恐惧 第二局 广城制胜 比方二局 他们现在在手架 舒服的情况下 几乎是没有 按照没有太难的 是 我刚才提到手架不舒服 其实就是在提醒 年轻选手 就是你的白球 控制的好 你才能手架输 是 如果你走位 老师特别别扭 脚都一会大 一会直了 一会白球贴裤了 这个就是问题一点点 员现的话会挺恐怖的 老师没有困难 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 对对对 一比一 还行啊 感觉心态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直接一个炸青 短局制的比赛真的就是短平快 拼基础 拼心理 谁能够在这个单位时间啊 发挥的说 这几盘比较好 那这种优势比较大了就是 因为做后的一方就没有太多的局数 可以去调整 去反扑 第三局 周城开球 而且我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打法 应该就是用不了八十分吧 就是一 而且一定会一方到七 是 一定会打完整场比赛 球风都很犀利的选手 对 局面稍稍有些不太好 就是半台当中的不太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可以衔接的 打的话呢 中带一个包球 然后现在画面的左下方一个长台 他现在上手啊 只能打滑色球 是 我选择进入 然后滑色球这个青台的局面 并不是特别明昂 没有打进 这一根没有打进 打着这个局面 要越来越复杂 难道听到我刚才说的 一定要打完这个响气 看看那个五号 右边的戴口 全色球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但是想上手很难 感觉五号中带 右侧中带可能也不够 那这样的话就 全色球是选不上的 选不上 其实这个花色也不好选 可能会一番斟酌以后 可能会选择一半防守 十秒 五号够不够够啊 五 好球啊 真的准 真准 效果也不错 对 这个球是10号肯定是有一点碍眼 出杆非常干净的一楼 那这样全色球的局面打得就比较开 看六号的右侧的 左侧的中带应该高带 推多了 这个六号尽量做直一点 然后同样就可以打三 然后选择来叫四叫七 最后打黑八都可以 上方你看 有一个三号球 虽然是个带口球 其实它还是一个激烈 没有太大的作用 它远离下方的大部队 对 它现在叫到四号球中带了 那这个球就是推过去叫七 最后打三号 去叫黑八就可以 黑八左右两边的这个底带都够打 而且八号球上方的这个区域啊 足够踏实 弹边裤也好 或者用干法往下叫 最干球就得益于上来的这个五号球 中带 中带 太准 王哥是不是满眼都是自己十五六岁的样子 也那么准 我十五六的时候没有太厉害 十五六的时候还在街边打 没有这么好的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环境 真是 很羡慕 但是也很很愿意祝福这些年轻的小将 能在这个台球这条道路上也走越好 嗯 第三局拱城之胜比方三比零 中带 才能认识 东西 比较 高浪 中店 搅拌 中店 中店 高浪 中店 中店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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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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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 5ę看 重球还是一球难进 但是力量大 没有失击 但是没有球进 单侧上手打一 两裤出来 二号五号都能选 全色球局面非常好 主要是把六号球的位置留得舒服一点 刚才上手那一杆突破 只要你拿到球权 选到这个单色球 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上手这个突破 其实一号我们看似很简单 但是其实很难 不能说很难 至少是有难度 白球靠裤 然后一号的角度非常小 在这种比赛当中 这种一号球是相对来说是有难度的 是的 是的 朱晨也是没有办法 自己冲球局拿不到球权 而对手的进攻的能力 在这种开放局面下 展现的还是很强大的 那三号啊 会不会来直接来交六号 是 不要厚诺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选择六号推杆一裤 然后这个二号球 不要做的角度太大就可以了 他还是想顶 直接顶一裤 这么打呢 就像您说的 他能把这力啊打得实 但是有一点点就是 他这个叫八号也得需要叫的比较好 是 没问题啊 嗯 塞点的话 对塞点六比一了 第七局 广场之胜比方六比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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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今天拱臣志的冲球也是不错 对 那就特别的直接 我就这么这样 力量 我也不考虑别的 我首先力量够 保证这个不失击 局面也支持中代导游球技 这就是自己的技术过硬 然后对自己的进攻 非常的有把握 首先冲球考虑 就是如何能进球 对 用这个力量 他觉得可以进球 他也不用去 刻意的去追求这个局面 是这样 当然也跟这个大比分领先 也有关系 然后现在变成这个6比6 是吧 5比5 可能 对 另外一种局面 因为作为冲球方 你冲球有进的情况下 谁也不愿意看到像现在这种 对 我都希望球都在戴口附近 说到这个冲球啊 我们最近的大志赛也是有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窗口吧 也向社会歌界球迷朋友们 征求一些对于赛事改进 或者对于赛事的意见 那么王哥 您作为这个参赛球员 而常年征战咱们大志赛的 资深的球手 对于摆球垫片跟摆球框 这个您是认为在大志赛里面 更倾向于采用哪种方式去摆球 我还是习惯了这个 打大志赛时候这个垫片的摆球 因为为什么会产生有这个垫片的 这个这个摆球 因为垫片会摆得非常紧 但如果说如果用三角框 那整场这个比赛时间 可能就不可控了 明白 尤其比如这个台 你打的稍微打了三四天了 稍微就一点那个冲球 那个点上有一点小坑了 或者什么 摆不紧 那一裁判会非常累 摆球这个裁判会非常累 二呢作为球员来说 他肯定是希望摆几 然后去冲球 或者说心里有一种 潜意识的那种暗示 你要摆不及 我冲不好 或者怎么样 对 烂谁 对吧 对 然后这个五星当中 时间就会突厌了很多 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可以 比如说 就可以用摆球纸来摆球 但是 就是怎么能 能让它完全变成一种大力冲球 因为我们用三角框摆球的话 要么冲二颗 对 要么就是大力冲 对 就是这两种方法 对吧 就是说您的意思 就在与其在这个器材上 去讨论 不如说在这个方式上 对 因为我觉得 其实跟摆球纸没有关系 摆球纸的作用是摆紧 那摆球 摆球光也是为了摆紧 对 你摆紧了 肯定是一个基础要求 对吧 你用三角框就可能出现摆不紧 对不对 那你这个这个问题产生的跟其实跟垫片没有关系 对 垫片是很不孤的 对不对 是这么一种感觉 刚才带了一脚七号 反正带了 更再来 可以翻带 小将刚才还喜欢选择了翻带 因为这个球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没K到 只能选择翻带 我们看翻带 太轻了 然后当然也是为了较位 也是角度稍微有一点小 可能角度有一些不允许 然后而且他还要留下这个白球 对 走这个位 也是啊 反正应该打斯诺克的很少练这个翻带 是 还有刚才的跳拳 对吧 这更不可能练 大力炸 那个炸球 人家一看没进就颠了 跑了 达着三十分 不错 还可以 这个竹城这个小伙子啊 我昨天晚上在这个赛场上去 我也观察到他 因为他的马甲 有特点啊 有特点 然后我看几根踏踏踏踏球 我练球的时候 我感觉他还 就是 状态什么的还可以 嗯 因为可能今天上TV台 又是一个单逃阶段啊 对 完全的一个阶段 办败布比赛 所以上来那几盘 有那个机会啊 没有把握好 不然的话这个应该不会是这个比分 嗯 出优赛 行 行啊 反正 年轻学校嘛 毕竟还年轻 我们将来这种比赛机会还有的是 对不对 这个时候 竹城好像反倒表现得更加稳定了 是 不像刚才那几盘球啊 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过程吧 心理过程 对 刚开始兴奋 然后几个 刚开始紧张 然后赢了一分兴奋 被反昌了 哎呀 有点沮丧 失误了之后有点着急 现在反而是一种 哎 已经这样了 放开了 对 做我自己的事 放开了 有点晚啊 不是说来不及啊 确实应该在 上一两盘的时候 更调整好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他现在这个节奏特别好 他之前的那几盘球书的那个节奏 稍微的有一点着急 有点乱啊 这就像您说的 可能就是得 长期的参加比赛 你适应这个环境 对 你能够在这个环境里边 更快的集中这个 集中这个注意力 集中这个精神 所以在比赛中就能打得更好 就是你在比赛一开 还没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能体会到 80分钟抢气 是什么一个节奏 是 有可能 很有可能 第一盘就很重要 对 开局就很重要 因为这个真的 现实比赛和不现实的比赛 真的不一样 你80分钟抢气和一个 直接打一个13局7胜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做 事先的这个心理准备 一定要做好 第九局 朱晨开球 看冲球 现在2比6落后 冲球 如果来一个漂亮的榨错 三个队 这个事就又指不定怎么着了 刚才小细节 朱晨也是换了一下冲球的位置 从这个中心点往左 就画面左侧 偏得那么两颗球 但还是这个近代 没找到感觉 但它换了位置之后 炸的这个局面 可比之前在中心的 好多了 对 可是这是双刃键 没错 如果你不进 局面好了 是 你进了 这好局面是你的 你不进 人家对不起了 我向那大理了 对 这个东西 真是这样 手里拿着一个馒头 和一不小心掉地上这个馒头 确实是不太一样了 我看这个二球 可能刚才这个2号不太够下 加了很强的左侧旋转 如果够下的话 他应该不会把这个6号叫成这样 很明显的右赛啊 对 第一关右赛 哎呦 打太后了 那这样的话 黄色球啊 10 11 12 这个就是下方的这个集团啊 不太好处理 这个时候 竹城明显就是放开了许多 这时候就不要关门比分了 打到没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因为对手已经到赛点了 作为一个边裤顶裤 留一个向下的向下角度 有点直吧 9号 感觉角度有点小 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反角 但是需要发力了 这个按钮 高杆啊 很酷 这么看角度还可以 居然都走大了 这么看角度还可以 9号球的一个角度 12号球 高 啊 这是13号球啊 中带这个 高杆的右侧 对 得把这角度拧过来 依然调整的不是很到位啊 打到这个阶段 就变成自己在不停的拼球 这个就稍微的被动一些了 其实这个10号和11号 就左侧中带这两盘球 只要有一颗球调整到位 呃 这一盘球就相对来说好打 因为这个12号可能就会选择 就是边库这个球一定会选择最后打 嗯 最后打去叫黑八 这样10号球 看着直球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啊 反正依然很难啊 嗯 可能会低竿拉回来 你酷 嗯 还是 还是偏直啊 是 但是这个要需要你的低竿的点位打的 非常准才可以啊 嗯 勉强就这样了 对 这样看的话真的就是一个直球 是 没办法 因为他不可能 拉回来勾打 他不可能冒险的时候 发大力之后再搅一个位置 因为关键你低竿拉 发大力的话 你肯定会撞这个1啊 7啊 那就有点疯狂了 三颗球坐上 人家三个兄弟围住你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 这个角度大 对 这个只要是顺推就可以 自然叫八 好球 好球 缝隙啊 一三缝隙 八号就左下方 嗯 刚好勾进 官方暂停 第九局 朱成胜 逼风 三逼六 官方暂停十分钟 十分之未到 拍付一句 对 职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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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